看看新闻网 一能近视大婚在即了 这可不是我们瞎说的 那他的未婚夫秦浩呢 就近日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就透露了要大办四场婚礼 这个掐指一算啊 梅丽教主身为六龄后 也四十好几了 所以呢 演艺圈一路走来呢 也是步步惊心 轰轰烈烈 心上左右时尚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秦浩 在新的一年里呢 祝大家身体健康 然后每天都漂漂亮亮的 然后都做时尚达人 然后天天看我们的节目 然后赚很多钱 然后 然后对 然后看我们的电影 我是女王 断话是人啊 秦浩的战场 你当做买卖的 还利益共赐 我是女王 这是一能近小姐尝试 做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作品 而刚才那位 卖力摇喝的先生 是电影的特别演员 也是去年七月求婚成功 把一能近变成老婆的 幸福男人秦浩 1979年出生的秦浩 和1969年出生的一能近 相差十岁的姐弟脸 在一段隐秘低调的相处期之后 大方高调的开花结果 你说这个女人的魅力得多大呢 唱歌 创作 演习 写书 做评委 做制片 现在呢 又多了一项 做导演 一能近算的上市娱乐圈 第一代全能才女 还1985年出道 出过二十几张专辑 电视剧电影加起来近五十部 出版的书籍也有十多本 这样的成绩无一值得骄傲 只是一能近却在突然的某一天 觉得累了 觉得自己对工作付出太多 我赚再多的钱啊 或者是度假的时候我就出国 工作的时候我就住剧组 然后吃盒饭 然后我的房子就 我就一直没有整理它 于是我突然有一种感觉说 我失去了生活的品质 然后我就开始 把三个房子 上海 北京 台北 一起装狂 房子和家到底不是一回事 所以呢 又过了几年 一能近的微博 再次出现房子时 多了这么一段话 这样的生活 以前只放在台北 因为我觉得北京没有归属感 但曾几何时 北京一如台北 两岸皆有我爱的人 两岸在无分别 这样的生活想来应该是指 有烟火器的家庭生活 2009年 结束和于成金的九年婚姻 一能近以大理女青年的状态 重返单身 那几年 她追求的是 一个人的精彩和丰富 我还是相信女性 女性一生的价值 是在成就自己的精彩 自己的丰富 于是呢 在后来的几年里 一能近演电影当评委 用各种各样的新身份 把自己的商业价值 拉上新高 亢奋的状态 一直延续到开始做导演 要说女导演有多可怕 那真是当过才知道 连为了丽婷老婆 友情出演的秦浩 都觉得身心疲惫 那句话叫怎么说的 还是蛮拼的 确实有很多矛盾 在合作当中 因为她又是导演 又要管很多其他的事情 和其他戏比起来 是我身心疲惫的一部电影 整个拍摄过程 在无数的痛苦 失眠 吃不下 发高烧的时候 依然支撑着我 除了家里的宝贝 然后身边那个男人之外 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团队 好在这部电影 呈现出来还不错 在这一点上 我对她的电影 还是挺有信心的 尽管如此 一能近还是表示 再也不做导演了 这个叫秦浩的男人 给了他两岸无分别的 生活状态 什么自己的精彩 什么一生的价值 都丢一边去了 貌美如花 才是现在的头等大师 那个我要我要讲一句没出息的话 我认为貌美如花 比当导演重要 你看有了爱情的女人 可以多美出息 一能近就是个标准的范本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十岁的年龄差距 说是完全没压力 那是骗人的 而且呢 一能近也说了 不知道害怕还是无知 明明害怕还去接受和面对 才是真赢感 更何况2015年刑事立场 最重要的事情是婚礼 当期还是蛮拼的 要拍戏 拍完戏以后 要过年 过完年又要去结婚 结完婚 结婚就是挺大的工程 因为在国外啊 在北京啊 台北啊 在沈阳啊 都会去办 所以工作量还是挺大的 秦浩说了 婚礼的事 主要操办人是一能近 那这一次呢 一直把孩子挂在嘴上的 强大母亲 也要再次变回梦幻公主了 上周呢 一能近在微博 筛出两张新娘时装照 虽然自我吐槽说幼稚 但心里肯定是乐开了花 早些时候呢 他自己对媒体透露是 会在双方的家乡 和目前的工作 生活的北京 各百一次喜宴 不过这次 从秦浩这儿透露出来的 却是四场婚礼 没办法呀 因为家人 沈阳有亲戚朋友 然后台北 跟安妮有亲戚朋友 然后我 我们他的愿望 就是想国外 有一个梦想中的婚礼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那就给他这个好的婚礼 所以几乎 还有北京的朋友 你也要 回来跟大家 答谢一下 全球取回婚礼 果然工作量很大 不过呢 一能近肯定是享受其中 知道为什么吗 大家都来感受一下 我这边就等一个人来说 我傻也别干 你貌美如花 我不责在外面拼命养家 我挺想要这样的生活 我一直在 专心那个挣钱 我先把梦幻婚礼的 那个所有的费用鞋 赚出来 听见了嘛 女强人什么的 真是没意思极了 从女王变回居家小女人 才是真福气 难怪连体重破百 都成了一能近的骄傲 如果按我以前那个方法 要养育下一代 就会有点困难 因为我吃太少 给我一点时间 我现在不需要活在 地下情的状态 所以有好事不会隐瞒 年过四十再度收获爱情 并且过上了 神仙眷女般的艺术人生 这样的励志曲 一能近演得太带劲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